新北市永和知名的世界豆浆大王 因为产权问题好几次闹上法院 那么原本板桥地医院判决共同创办的李家 应该要付给王家330万的租金 不过高端法院却有不同的见解 判李家应该要连同不当获利 赔偿王家高达2563万 这恐怕将会冲击豆浆店的经营 新鲜略带交位的永和豆浆远近驰名 其中又以世界豆浆大王堪称发源始祖 55年前由李姓和王姓退伍老兵共同创立 不过老店风味依旧 两家合伙却走了位 原本持有店面产权二分之一的王家退出 由李家父子全权经营 每个月给付王家35万的电租 不过李家却从9年前开始拒付租金 两家对付公堂 原本一审判决李家败诉 需给付王家电租330万元 但高等法院二审改判李家及十多名股东 需给付王家2563万元 案情大逆转 原先一审法官认定月租35万过高 因此调低求偿金额 但如今赔偿金额大跳跃 势必冲击到世界豆浆大王的经营 不管双方是否在上诉 对民众而言更重要的是 好喝的豆浆不要因此涨价 记得陈志根王清玉新北市报道